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个人认为 我在今天要讲的是 过境千帆 只取一条影 锁定本命好的个股 你管它涨多还是涨少 为什么要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今天的一个爆量 它绝对代表有人进 有人出马 可是我问观众朋友一件事情 为什么 为什么你没有去想过一件事 今天台北股市开盘 它就已经大涨272点 如果你在这种过程中 就指数上面的一个角度 已经涨了272点 你进去冲进去追高 你是认为它要涨500点是不是 如果你是认为它要涨500点 你当然涨了272点 你可以去做追高 可是你要知道 在今天为什么要爆出这个量 很简单 因为面临到前波的套路区 我们台北股市 在之前里面 它的一个下跌 还记得吗 6月份就是因为 美国的升息的幅度跟速度 大预期 所以它这样涨上来之后 砰 它这样摔下来 一路摔到12600多点 这边有个高点 这边有个高点 请问你 它在这里里面来讲的话 反弹的高点 149 49 这个反弹的高点 是15 390左右 是不是来到了这个相对的高点 它一定会碰到解套性的卖压 它一定会碰到解套性的卖压 也就是说在这种过程中 第一个它会碰到解套性的卖压 第二个它开很高 而且是由台积电里面来讲 这些龙头型的全资个股 配合到新台币的甚至被动型的基金里面 大量的回补 它开得非常的高 很多人在之前里面来讲 低档有买 譬如说12000多点有买 13000多点有买 或是整个14000多点有买 在这种过程中 它短线上面 可不可以获利了结 它当然可以 所以它就会造成量很大 更何况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我们谈到过 我说技术面 当你的指数创新高 你的KD指标在昨天没有创新高 你的量也没有创新高 你势必本来就要去做补量动作 你去补量 你才能够化解什么 指标背离的危机 今天这个报大量 到底还是好还是坏 它有未来决定 为什么要有未来决定 也就是说今天里面 这将近3000亿的量人潮 一定是有人买有人买 谁是A咖谁是B咖 就看今天的多方缺口的下源 这个多方缺口的一个下源 以指数上面来看 就是14879 如果守住14879 那当然是有效性的换手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很多人都在讨论说 今天该不该跑 因为真的涨很多 你想想看台北股市 一路以来从1月份灌杀下来 到了整个之前的10月11月的大返工 延路以来到现在12月份 第一个营业日 很多人都会在想 解套了要不要跑 解套很多人跑 再过来就是想扫赔要不要跑 再过来就是赚钱要不要跑 所以量大是非常的一个正常 涨多震荡也是非常的正常 为什么会震荡 我就跟大家讲过 它是来自于什么 它是来自于五日均线 在今天大家看一下 这五日均线 这条黄色的线 它基本上就是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只要出现正乖率比较大 有没有发觉到它都会震荡 去贴向五日均线 我就跟他讲说 时间的整理还是空间的一个修正 不清楚 但是这一段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它是用时间的修正 它并没有空间的修正 但是你现在出量了 是好还是坏 你变成要由未来去做决定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过境千帆 你只取一瓢影 你回归回来 回来想想看 属安跟大家讲说 虽然指数上面而言 他的KT指标在高档 你一定会有震荡 你一定会有修正的压力 可是问题来了 你不是神 我说太多的老师里面 都把自己当作神 当你的指标到80以上 就说不行 可是你知道吗 这一次指标80之上 到目前为止 它整整涨了多少点吗 好几百点将近1000点 那你怎么办呢 你自己想想看 这个KT指标在高档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里就已经是高档 指标在80之上 是不是在这里 这一天就80之上 从13000多点 你就说高 现在已经15000点 1000多点你要怎么办 你说这个过程中 就算这一天好了 这一天是指标90以上 你也是涨了多少 1000点 我说你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不同的阶段 你要有不同的选择 对不对 你在这种过程中 你会怕被嘎空 你会怕被嘎空手 所以你就先切一半再讲 那你的心态会完全不同 你在心态里面 就会开始在 今天的涨多 今天大涨 你会像人家急得 像热锅上蚂蚁 要不要去做追高 追完高杀下来了 被当冲杀下来 又开始怪东怪西 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在这种过程中 你自己要很了解 你的个性是什么 你自己要很了解 台北股市开盘 就已经涨270几点 不然你是要向上冲 向上冲你就要找对个股 对不对 所以我跟大家讲说过境千帆 在整个一个从13000点 我跟大家讲说 它已经是打大点 很多的股票都可以赚钱 很多的股票都可以轮动 当你大家都轮完一圈之后 那比的就是实力 我说股票当然可以投机 但是你不能过度的投机 现在台北股市一定有人会很投机 一定会有人会很投机 这是很正常 但是我跟大家讲说 你跑100公尺可以 但是你跑不了投机个股的 马拉松市的赛跑 它就是一个重点 除非你的投机个股 你可以引来嘎空 你嘎空就是可以操长 或者你投机个股里面 引不来嘎空 你的基本面不强 大股都一定到给你 我跟你讲真的 大股都一定到给你 这就是一个了解 你想想看在这一阵子以来 我们给大家看的 我之前都跟大家讲说 我就去选择本命好的个股 去做一些的操作 在这种过程之中 是不是很容易赚钱 当然是 你自己看 我在当时候说 如果我们把高CP值的个股 放在了心上 你去选择高CP值个股 我明年里面大部分的公司 电子公司里面都是亏钱 因为在今年里面 不是亏钱 会衰退 为什么会衰退 因为明年可能没有 会退的一个收益 因为台币再升值了 再过来明年的上半年 是库存的调整 你这个时间点 如果能够去选到 2023年比今年成长的 而且它现在股价 它现在股价就是便宜 就是便宜 那你就进去买 我说命好 你命好的个股 你就进去买 你怕什么 而且你资金做切割 你跟别人心态会不一样 第一个你不会被打空手 像热锅上面的麻油 我说第一个股价 你没有股票你就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股价价价价 你不要到最后忍到最后 砰一声 你就要冲进去 就要冲到了高点 没有意思 所以我才会跟他讲说 你就先切 先切然后你就保留 可以后续上面震荡 涨多修正的时候 你的加码 你会不会发觉到 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怕得要死 对不对 怕大盘涨多的震荡跟修正 我们是非常的欢迎 涨多的震荡跟修正 那就不一样的心态 不一样的心态的过程中 你就会有不同的一个结果 就像我们当时候说 4763的一个材料 它当时候是在 110块附近这里 这里起涨我就说 如果这一家公司 它可以赚到15块钱以上 你会怕什么 就算10倍的本益比 你也有很大的波段 上涨的空间 就公布出来第三季的财报 比我们预期来得好 B1N直接从110几 110块附近这一天 拉到多少 170 60块钱 这等于是六成 60几块钱是六成 我就问大家 我说能不能够财富逼转 但是这个重点是 你是过境迁返 你只取一瓢影 是来自于它的CP值 它的获利性 它的成长性 对不对 所以当你在这种过程中 我说你在面对这种涨多的盘 观众朋友 你有没有一颗钢铁人的心 它是非常的重要 我说股市之中 为什么大部分都是输家 因为你摆脱不了贪婪 过度的投机 我说四度的投机可以 过度的投机 你摆脱不了恐惧 低档就是不敢买 你没有办法用策略 一级棒的策略去 把它攻破目前的一个格局 就像在今天一样 你大涨270几点 你的想法是什么 有些人只是在解套 少亏点卖掉了 可是你做对了 你是赚钱卖掉 你是获利调节 你是换股操作 那个心情有没有大不一样 很大的不一样 就像我们在当时候 我说美食 我从80几到100多块 一路连路的锁定 我说你再涨上去 你不要算我的 你再过来就看嘎空 你要想想看 它是不是就是来自于 它今年里面 比去年大幅的成长 今年可以12块 明年可以18块 20块我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可以赚多少 就像在今年的10月份 我跟大家讲 吃吃喝喝玩乐的概念个股 9月10月我就跟大家讲预告 我说你要在电子个股里面 选到成长性的个股不多 但是你从整个传产个股 你可以看到 你严路以来看到了什么 吃吃喝玩乐的概念个股里面 不管从网品 不管从现在里面来讲话 你看到精华 这是怎么标的 这是怎么标的 这一段是几成 所以我才会说 当你过境迁返 你才会知道 你只取一瓢影 就是来自于它的获利 跟它的一个成长性 我讲这么多的一个原因 就是台北股市在这个时间点 它今天爆量 它一定是有人出 有人进 那是进的厉害 A咖 还是出的人A咖 那就是今日的多方的缺口的下缘 他要去做守住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武力均线的正乖离太大 你不要过度的追高 你要去买 应该在开盘的时候 有些个股还没有涨的时候 还没有大涨的时候 你去做买进的动作 而且不要一次买满 要保留什么 涨多修正时 可以加码这个空间 中空已经正式性的结束 季线要翻扬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 虽然短线上面涨多 但是你知道你的长线 中线还是可以保护短线的 题材就是11月份的营收 集团法人的作战 2023年的竹梦的行情 我刚刚跟大家讲那么多 并不是告诉大家 我的绩效多好 不是 而是告诉你说 你只要锁定 真正有业绩有成长性的 最后赢家一定是你 你的财富早就在第四季 我们在之前的预告 反攻回来 在这种过程中 失去的如何讨回来 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式跟方法 你来看看这一家公司 现在的股价 在今天里面 大概100多块 110几块 可他今年的前三季 就已经赚了将近12块 11块12块 今年里面可以赚到15块上下 明年可以赚到多少 明年可以赚到17 18 我就不要说多了 光是10倍的本益比 因为他现在只有8倍本益比不到 光是10倍的本益比 你就有波段上涨的空间 你要不要 这是你自己去做决定的 我刚刚就讲 我在之前已经跟大家讲过 很多高CP值的个股 到最后你都印证出来 时间证明鼠方是对的 为什么你没有一颗钢铁人的心 赚到逼赚 这是你要自己去想的 在这种过程之中 你可以看这一档个股里面 它的股价是这个样子 它是喷出去的 它不是 它的获利是创新高 而且它是在今年里面 巨幅的成长的个股 明年里面也好到一个不行的个股 这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 指数上面是涨多的 但是很多的个股 它的CP值还是在那边 你要过境迁返 你只取一瓢影 你要在这个时间点 要有颗钢铁的心 钢铁人的心 你百毒不清 你在面对台北股市的一个震荡 你才赚得到 就像在今天里面 你会做什么动作 你怕涨多可以 比如说你怕涨多你要卖可以 你可以选择你最近进场的卖 因为你可能怕一修正 你赚了就没有了 OK 你可以去选择 它的CP值没有这些公司里面来得高 也不一定你要选鼠方的 可是我告诉你的就是 未来它的获利跟能力 如果你可以知道未来 我说如果你拿不出望远镜来 你只会用老花眼跟近视眼 你赚不到大钱 在这种过程中 鼠方拿出望远镜 过境迁返 把大家选到这一些 你应该未来里面 不管大盘怎么震荡 它的获利是摆在那里 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到前三季 他赚了钱都比现在的股价 上面来看10倍本益比不到 以今年来看 8倍本益比不到 以明年来看那更不得了 10倍本益比 你就有波段上涨的空间 你要不要 这是观众朋友 你自己决定的 所以在这种过程追踪里面 我才会跟大家讲 失去的可以讨回来 但是你要在对的时机 用对的方法 你要跟上主方 全新的投资组合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之前里面来讲话 当全市场一变悲观的时候 鼠方就跟大家讲 他就是在13000点附近 他进行打长线大跌的格局 万事早过晚过 他迟早都会过 在这一波里面来讲 出生段之后大涨 他或许会有个震荡 他或许会有个修正 但后面还是有主身段的 我只是不知道 他的修正方式 是时间的修正 还是空间的修正 到了这里来 今天的放量与否 他是不是A咖去做进场 决定权里面来讲的话 就是由明天 未来里面 整个今日的多方缺口的下源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个多方缺口的下源 就是14879 这是极短线 能不能够守住 但是因为中线已经翻多了 你长线的投资朋友 要不要把握机会 你自己要去做决定 就像我在之前讲的 如果你觉得错过了 我们之前讲高CP值的材料 你看他这样子涨 110块附近 沿路也涨到170几 对不对 然后再过来一看1795的美食 我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楚方没有买的贵果 我不会演 我就跟你讲 你要去看 跑100公尺 马拉松是赛跑老师用演的 你看我节目不行 因为我不是这样 我都是事先的告诉你 你自己看这些股票 我跟你讲多久 你自己想想看 这些吃喝玩乐的概念 个股里面 我跟你讲多久 尤其是餐饮业 我跟你讲旅行业 大概你就去注意熊丝 都讲得非常的明白 像到这来 你就会觉得你错过了 不管是在这种过程 你也看到了美食 你就错过了 对不对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一档公司 第四季是电子产业的淡季 对 可是它还是年成长性 它前三季的获利 就已经高于目前 它的股价 十倍的本益比 第四季再加进来 它连八倍本益都不到 你觉得它有没有 波段上涨空间 有你决定吗 我就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说 只要选择本命好 没有再怕的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蜀方能够有这甘铁人的心 就是因为我们对未来 基本面上面来讲话的了解 因为我们对未来的台北股逊 明年里面扭转长空的格局上面 是在规划之中 我说过这一次 我们的目标是扭转中空 明年的目标是扭转长空 这都是蜀方之前的预告 就像现在里面来讲 我们要针对2023年 好的产业去做一些的一个布局 在之前里面 电子产业你看到了吗 我在最近也跟大家讲了 很多的除能的一些的产业 你自己看看 你说很多的高价格股 你买不起 我在之前这个股票 跟你讲的时候 是在这里而已 这里而已 到今天里面来讲 最高已经到45块 你短线可不可以赚钱 你不切 你就没有办法赚钱 我做1513的一个中心店 你自己想想看 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 在这里 你短线能不能够赚钱 你说你的成本比较高 你要买 我都没有办法反对 这是你本身的一个选择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 因为我做好了准备 我知道他明年赚多少 现在股价是多少 你自己要再去想 台积电他们的一些的董事 这个CEO为什么说 政府想想看 5年之后台湾缺电上面的问题 这是每一个企业很大的问题 所以除能是很重要的 我就讲过说中心电 当然因为在之前 除能氢燃料电池 这是高利 中心电有一家子公司 他会去IPO 在未来IPO就是除能 另外一部分就是电网 这个部分都是他的一个题材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自己去留意 我说今年就是5块钱 你自己去留意 在这种过程中 就是来自于高利上面的 一些的比价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留意 我今天就提醒大家 有一些PCB的个股 可能未来里面就不再讲了 因为今天大家高声说 ABF看得很好 怎样 重点是你低档要有买 我就不多谈了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说 伺服器里面来讲的话 在这里面最重要就是CCL 我说有8358的金居 还记得吗 有6213的联帽 有2383的台光电 如果是这一类型的个股 我以后可能就不多谈 ABF星星里面来讲的话 我也可能不再讲 大家要知道 我们星星是买到低点 而且做了好多趟 没有一趟没有赚钱 通通都是赚钱的 在之前买完之后 就配合到台北股市 台币的升值大涨 它涨停板 再到今天里面来讲话 它已经创新到167.5 我不会建议你降上追高的原因 是来看一下电脑 167.5跟这个是不是对称 它是不是对称 那就看你 它本预比不高 这个部分我是没有疑问的 它本预比不高 那就看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的一个选择 整个在这种过程中 我就跟大家讲说 因为我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你要买股票 你一定要去做一些的调整 你本身要有金字塔的一个准备 你本身要有钢铁人 你要知道 现在就是有涨多震荡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在涨多震荡的时候 它是不是你的中长线的一个机会 你要思考 如果你不去做思考 很多的个股还没有涨之前 还没有发动之前 还没有到右上角之前 你都不会看到它好 等到它右上角之后 你才看到它好 你当然要被修理一下 对不对 3443的创意 大家也知道 我们是在400块钱附近买的 到现在 当然要震 人家涨了7成 3661的市新 到今天已经到什么 960 你才过 我刚才就讲大盘开270几点才去追 每天冲来冲去 每天都是这些人都是在冲的 怎样 每个人要帮你抬轿是不是 你要看这个指数上面开太高 开太高你要怎么冲上去 这个部分是指数的问题 这不是个股上面的问题 你自己要去做一些留意 而且我成本是很低的 大家自己要去做一些的留意 另外一部分来讲话 我也跟大家讲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 很多一定要有个想法 出生段跟主生段 很多人都不懂 我说出生段跟主生段 说的多头里面有五个坡 第三 第四 第五 尤其是第五叫邪二第五坡 一定要买中小型的个股 但出生段跟主生段 中大型的个股的涨幅 不一定会输给中小型个股 不一定 你来看我跟他讲说 如果你把所有的CP值 所有的基本面放在心上 有一颗钢铁人的心 你也做好了资金的规划 你巴不得他下来 让你再去加 我就跟他讲说 像国具 国具昨天大涨 今天盘中最高482块 我说今年里面来讲50几块 第四季是衰退 衰退 怎样 衰退人家今年也有50几块 因为还有减资 明年里面来讲的话 加上他的一个合币 他可以有60块钱以上 为什么不能买 今天有没有创高 今天有没有创高 这就是你去想 我说现在大家都在讲 元宇宙相关的概念股 请问元宇宙相关概念个股 谁最低 而且是实质的受贿 我说如果有个30块的 一个镜头个股 30块今年现在本益比13倍 哪一个镜头个股是13倍 你在怕什么 而且明年里面来讲 他在高阶镜头 除了整个一个元宇宙 头戴式装置的镜头 他在所谓的伸缩镜头 这种是比较高阶的 也拿到很多的份额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说 在这种过程中 怕的是什么 你找不到那个高CP值的个股 怕的是你找不到 未来里面有波段上涨的个股 在台北股市已经大涨之后 鼠方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现在里面来讲话 在过境圈板 鼠方只取一瓢影 那党个股里面 它的CP值是非常高的 失去的可以讨回来 但是重点是你要买对的个股 而且在对的时机 要跟上鼠方全新的投资组合 高CP值的个股 你就趁着广告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